苏拉西塔纳唐 研究成果直接影响着泰国的发展战略 苏拉西担任太中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最近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减贫经验 这个月苏拉西频繁地前往距离曼谷市区 两小时车程的泰中罗永工业园 天和光能来自中国江苏 在泰国工厂的一千三百多名员工中 泰地员工占九成 这里年产电池片一千三百兆瓦 年产光辅组建一千二百五十兆瓦 草变化 它已经是在太阳的方向 但它是在世界上的方向 我们必须想想 是最重要的草变化 所以我们在专注 苏拉西关注的是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 此时中国正在将天上的资源转化为地上的财富 光伏扶贫工程由国家投资 平电站两千六百多万千瓦 近六万个贫困村因此作异